世界杯期间,C罗的自律被无数人提及,在一次次球场上的诈天行为后,C罗的变态身体,被一次次抛出来讨论。 在他的好友记者萨恩斯的一篇报道中写道,C罗在黄马的一次对内体测里,得出了身体年龄只有23岁的秘密,于是,他在自己社交媒体上骄傲地写道,我的确已经33岁了,但身体年龄只有23岁。 当C罗来到游文图斯,站在黄马欧棍三连山顶的他,选择苦行风般的重新站在山脚下看灯,C罗要靠什么完成这个捏天难度的动作? 答案还是他的自律,C罗的体检报告被曝光,他的体质率为7%,依旧保持着这个超级水准,这比足球运动员平均数值低了3%,达到了很多超模的水准。 另一方面,C罗的肌肉含量惊人的50%,相比于球员平均水准高出4%,是的,C罗的数据没有想象中那么逆天,但这只是与标准身材对比,足球并不代表你的肌肉越长大越逆天,而是与你的逆节性结合的最紧密。 而C罗长达数年后的健身房,完成了他33岁的逆节,世界背上,人们记得他那天的戴帽,记得他死亡之凳,记得他那天弹跳的庆祝。 但人们不该忽视的是,世界背上最高的顺时速度是C罗跑出来的,而不是姆巴佩。 在2018俄罗斯世界背上,C罗跑出了33.98公里的单次最高时速,为北界世界背之最,33岁的老汉了。 这,个答案足够让你吃惊。 在最新的这份体检报告出来后,C罗的身体年龄被每日邮报得出结论,20岁。 这意味着,C罗今天的宁生长,在对抗着时间,一意买C罗,游文图四还可以用它10年。 足弹看C罗,蓝弹看詹姆斯,每一个看色轻松自由的境界,七进七出杀对方骗假不留的境界,都是源于情分。 欧关客站游轮做出今天道歌后,C罗在INS上发了一句话,Hardwork payoff,努力锻炼,终有回报,这是C罗的人生信条。 钱黄马主帅透露,C罗可以狂练体能到凌晨3点,而把女朋友丢在家里独守空房,这就是C罗,于是,他换了跟自己人生信条相同的乔治那作为女友,两个人都是勤奋的典范, 而乔治那同样是健身房达人,如果双腿允许我踢到40岁,我就要踢到40岁,我希望有一天出现在足球历史的第一页,和马拉多奈以及卫力平起平坐。 我想达到这个地位,The End也则声明,本来自腾讯新闻客户端子媒体,不代表腾讯网的供典和立场。